現在我知道的 最少我好幾個學生 切切的 他們是排隊在 在大陸的要上A股 排路還排不進去 去年的時候 他說奇怪 我的本利比不錯 我的獲利情況不錯 你怎麼不讓我掛 大陸跟他說 不好意思 人太多了 處理不來 你明年再來 人家是這樣子 我們是苦口婆心 要人家來人家不來 這個東西錢在相殺 最簡單就是什麼 就是我這裡的本利比這麼低 這個流動性不夠 大陸那邊高 香港那邊高 我當然去那邊上市上櫃 怎麼來你這裡 對不對 特別洪海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洪海他有講過 他說以後萬不得已 不會在台灣增加投資 所以他現在他的子公司 通通去大陸投資 而且金額這麼的高 已經很多在他講 16家是客系的啦 我查到的資料大概20家左右了 排隊等著要上市掛牌 IPO 一個政府你拿了老百姓的稅金 拿了老百姓給你的選票 你的職責就是讓人幸福安康 好好過日子 可是現在企業要走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我到廣西去 在南寧 南寧的廣西藝術學院裡面有一個講師 就是在台灣拿到博士學位 找不到工作 他在廣西裡面 安家落戶 才一去當了講師 拿了薪水很好 然後已經買了房子 聽他怎麼講 藝術圈 或者說藝術類的一個 實質來講 其實是基本上沒有缺的 甚至很多藝術類的 戲所已經慢慢被合併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我發現就是說 其實對我來講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期望 然後因為同學的推薦 所以我就來到這個廣西區學院 那我覺得在這裡來講的話 第一個它的氛圍是我喜歡的 然後它的一個師姿 會整個藝術學校的風氣 我覺得最起碼是我提取的 然後我覺得最起碼最起碼 這邊老師是被精神的 不是像台灣來講 我覺得老師啊 其實是我覺得是很卑微的 我自己所學能不能貢獻在 所謂的整個地球村的體系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跟我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更重要的 洪偉 所以剛剛想講說 他是到廣西當講師 那過去我們都會覺得說 台灣很多的人力 不管是高階或高教的人力 可能是主要到沿海的城市或省份 那他選擇到廣西 因為大家事實上知道 有非常多的二線 三線的城市 事實上他們也在起飛中 而且他需要大量的這個 包含高教的人力 或者是高階的人力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談一些事情 都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感慨 比如說我們前一陣子談到 我們的這些明星高中的學生 到大陸去 透過他們用學測的方式 到大陸去求學 那或再稍早 我們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 頂尖大學的教師 事實上已經不是一個兩個 而是等於說一群就像粽子一樣的 到直接到大陸去 那這次 剛剛我們今天這個題目開的 就是這個IPO 剛才賴委員也大致介紹了一下 以去年來說 如果大家去關心台灣的股票市場 其實去年台灣的股市 事實上算不錯的 我們的股價事實上是那個上揚的 可是非常奇怪 在一個你看起來股市恢復熔景的時候 反而我們IPO的加速也好 或者我們的金額也好 卻出現了九年來的最低 這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雖然你可以看到 好像在成交跟這個股價上面 都已經有點回春 可是企業仍然不選擇 那你可能會說 這是不是全球市場都不好 不對 去年整個全球的IPO市場 是非常好的 它的成長是45% 所以那你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整個的國際因素 它事實上是非常鼓勵 整個IPO市非常的活絡的 為什麼大家不願意 在台灣上市上跪了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今天你人往中國大陸跑 那麼是不是你的錢 或者你的公司要上市上跪 也到大陸跑 那麼如果像我們金管會主委 顧力雄還在講說 哎呀那邊的這個本益比 不會有多好 如果你要這樣子固步之風 或自我感覺良好 或者是自我麻醉的話 那麼我覺得 我們所有的企業就是未來 他還是要選擇 勾開發行的時候 那你今天顧力雄 你自己關起門來做皇帝 顧力雄就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他以為當個今晚會 跟黨產會一樣 反正他是凌駕於 司法上面的一個皇帝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拿出 我們的對策來 我們有非常多的好的公司 他最後他跑到中國大陸去 那同樣的 其實對台灣的很多的投資人來說 事實上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你希望能夠投資一個 未來有錢力 有這個投資報酬率的公司 對不起 台灣越來越少 這就是台灣的困境 但是我真的要講 如果我們所有的官員 現在蔡政府 整個都是怪來怪去 都是怪別人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的話 那麼這些困局 我們一個都沒有辦法突破 蔡政府是不是從上到下 都認為 反正我做不好 都是你們的錯 你們不乖 阿公啊不乖 大家都不乖 你們在野黨 沒有讓我把你們抄家滅族 不乖 5月22日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毅 他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發言 可是後來因為很多事情發生 我們沒有空好好地討論 他引述憲法 他對統一清楚地表態 說憲法增修條文最終的目的 是以國家統一為原則 我很高興 因為本節目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憲法裡面 白紙黑字講 可是大家都不承認 好5月25日 蔡總統呢 他罵了一堆之後 他用四問來罵在野黨 說更令人遺憾的是 台灣內部沒有辦法團結 當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打壓台灣 如何如何 當中國打壓行為的容忍 你們在野黨 對執政黨批評之嚴苛 對中國打壓行為之容忍 如何如何 罵了一頓以後 民黨立法院的黨團 在5月25日也舉行記者會 很悲憤地說 現在是炮口一致 對外的時刻 台灣人民要團結對抗 中國譴責國民黨 不理性的言論 呼籲國民黨黨主席 吳敦義的兩安統一的論調 應該給全台人民交代 我不知道吳敦義要交代什麼 民黨你應該給我們 全台灣的人民交代 我們的稅金交到你那邊去 為什麼會變成交給台獨 他又繼續罵 黨主席吳敦義 不能為了一己之力 要與中國交心 為了自己國共論壇成心 出賣台灣 這種屈服跟交心 不用給國人交代嗎 台灣不能為統戰所分化 我覺得民進黨 真的好沒創意喔 這種戴人的帽子 這種台詞 你怎麼寫得這麼差呢 怎麼所有的都不管你罵任何人 都是用一樣的台詞呢 好 5月26日 總統蔡英文繼續罵 主張統一是在野黨的自由 但統一不能是一個在壓力下的選擇 更不能是台灣年輕人對於未來的唯一選項 好 在野黨說 只要接受任憑中國定義的九二共識 就可以加入WHO 但我要提醒我們的的確期待加入WHO 但這些期待不應該拿國家的尊嚴來交換 但是這個不就是憲法裡面寫的嗎 為因應國家統一權 賴老師不用給我們交代嗎 因為我長期來我都主張 兩岸應該要開始針對於統一進行對話 我覺得進行對話 我們才能夠去探索未來的合作的方式 那您怎麼看吳敦義 現在終於有那麼一點點勇氣 開始講統一了 可是講了以後又沒了 我覺得他的步伐要再跨大一點 動作要再做大一點 目前為止 我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們就一直不斷地強調的 克尊中華民國的憲法 憲法怎麼規定就是該如何 那過去馬總統他特別提到的 不統、不讀、不武 那這個部分是目前來說 整個社會非常大的一個共識 那有關於統的問題 我還是認為需要有個很大的理性空間 但是不讀絕對是我們目前 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個最大的公約數